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從一個咖啡師晉升到一個館主 咖啡館主 那個過程當然是有不一樣的地方要學的 從一個只要對自己負責 跟自己的咖啡負責 到變成你要對這麼多人負責 對一間店負責 對所有來的客人負責的時候 那個責任感是不一樣的 你這個品牌到底能不能夠 因為你而感動人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實表面上的東西 真的不是那麼重要 整個事情應該是 就是你可以給人家什麼 然後他們跟你有沒有共鳴 他們自然而然會被你感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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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對 對 就是我作為一個就是 就是咖啡是一個職人工藝說實在話 所以我作為一個所有事情都是 Hanzo 我都親自去處理 現在我要慢慢開始學習讓咖啡師們 可以幫我承擔這個責任 他們必須要學習到這件事情 他們才有辦法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裡面生存 他們擁有了這些技能之後 他們以後自己想要開店也好 或是他們想要去其他品牌也好 他們都會成為更好的人 對 這個是我非常注意的 就是我的團隊到底有沒有達到我的 這個規模的要求 然後他們如果沒有辦法達到 他們就不適合在這個責任裡面生存 對 我這一點我是非常 這一點我是非常不留情的 其實我不覺得 我是一個老闆而已 因為在他們在這邊工作的過程中 我很需要他們 就是跟我一起推廣這個品牌 可是他們也很需要我 因為我擁有就是他們沒有的技術 還有我看到的事情的層面跟他們也不太一樣 他們年紀都很輕 所以我們其實是互相借勵 然後互相就是讓對方變得更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老闆之與它是一個試圖關係 我對他們也不是只是老闆對員工的態度 我會希望可以長久的經營這個 比老闆員工更親密的關係 因為我其實我的穿衣風格是黑色嘛 因為我其實我的穿衣風格是黑色嘛 然後是有一點點就是 因為我也喜歡買一些明白的東西 其實所以其實再怎麼說 我就是一個比較精緻的形象 包括我以前合作的品牌等等 大部分都是精品 可是這個設計師的想法是 因為他是一個藝術家 他會覺得很多東西是在 他用的那個話語很特別 他說就是你怎麼讓你的品牌符合一個城市的流動 他不是說就是你可以營造出一個什麼形象 他說你這個品牌到底能不能夠 因為你而感動人 那個才是你最重要的 所以其實表面上的東西真的不是那麼重要 對 很多東西是 其實他也給我很多想法 一開始我的方向是我在想說 這個店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進來的人就會感受到什麼 可是他說不是 實際上整個 整個事情應該是 就是你可以給人家什麼 然後他們跟你有沒有共鳴 他們自然而然會被你感動 但是我覺得 人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的咖啡師 跟我自己 我們都在持續進去 因為其實我們 就是我剛剛說的咖啡師都很年輕 然後我自己第一次開店 所以在不管服務流程 製作品質上面 我覺得我們都還可以更好 永遠就是一直都會有進步空間 跟客人互動的過程 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在學習 其實我那個時候很好笑喔 回到阿嬤家這件事情 有耶 一開始的時候 有人說有點像回到阿嬤家 可是我的想法反而是另外一個 我的看法是 我把阿嬤接來家裡住 對 因為這個空間是完全屬於我的 然後它有很多的細節 也都是我的品味 可是它擁有很多阿嬤的元素 所以其實我覺得更貼切的說法 是把阿嬤接來家裡住 就是那個空間是我的 加成我的 但是阿嬤在這裡 所以你會很放心 對 對 關我的人的感情很好啊 哈哈哈哈 就這樣 在這裡 沖煮室 對 這個空間是 當時跟我的比賽的那個 練習 練習比賽的培訓 是很像的一個空間 只是曾經那個空間是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在裡面研究 然後練習 沖煮 現在我是可以把它用來展現給別人看的一些品牌 台灣的咖啡 其實我覺得在亞洲的 市場成熟度是屬一屬二的 我的想法裡面是它僅次於日本 對 僅次於日本 台灣甚至 在創新成品上面超越日本 日本因為太 比我更龜毛 因為日本比我更龜毛 他們在所有的 細節上面的注重 他們的改變是相對比較慢的 可是因為台灣人很有藏心的 精神 創新的精神 研發精神 所以其實台灣做出來的東西很新很快 對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所以就是這個品牌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也都覺得都很願意來嘗試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覺得 生意很好很開心 從一個咖啡師 晉升到一個館主 咖啡館主 那個過程當然是有不一樣的地方要學的 對 從一個只要對自己負責 跟自己的咖啡負責 到變成你要對 這麼多人負責 對一間店負責 對所有來的客人負責的時候 那個責任感是不一樣的 因為現在是剛起步的時候 我覺得累是必然的 而且累是因為大家願意支持 生意好 我覺得那是 那是我應該要就是 就是非常感謝的 所以我沒有資格告訴大家 我很累 雖然我很累 所以在等一邊